台北車站位於台北市的西區 是台北市早期的發展中心 也是整個台灣北部的交通樞紐 集結了台鐵、高鐵、台北捷運、機場捷運和客運等交通工具 是許多外國人來台北的第一站 因此也可以說是繼桃園機場之後的第二國門 在1989年台北車站地下化完工了之後 新戰周邊的土地開發也是歷代政府一直以來的重點政策 尤其是前前後後增益了十幾年的台北雙子星大樓 更是所有台北人都非常關注的開發案 今天我們就來從頭認識一下台北雙子星開發案吧 在機場捷運長生縣於2002年底宣告破局之後 中央政府宣布放棄BOT模式 改交由高鐵局規劃興建 此時台北端的終點站也從西門改到台北車站 捷運車站將會設在鐵路地下化後騰出來的C1、D1區域底下 再配合上方兩棟聯合開發大樓的興建 搖身一變成為機場旅客進入台北的全新意象 而這兩棟連開大樓就是我們今天的主題 台北雙子星 隨後台北雙子星設計標於2005年決標 由成榮或普利茲克獎的日本建築師 顛文宴進行設計 設計主軸圍繞著由太極互動來形塑出門的意象 並以一高一低的兩棟建築 呈現出兩個人相互凝視、對話的概念 當初設計的D1樓高為350公尺 完工後將會超過戰前星光成為台北第二高樓 並且預計在2011年時與機場捷運一同完工 嗯...現在回頭看看這段文字 不知道是當時的政府太樂觀還是建設跳票是常態 接著台北市政府在2006年時進行了雙子星大樓的第一次招標 最後卻以流標收場 隨後的第二、第三、第四次招標也都未能順利決標 眼看底下的捷運車站已於2008年動工 連開大樓的工程卻一直卡在招標階段 一直到2011年台北雙子星第五次招標之後 才終於由一間叫做太極雙星的公司 以及數間日本、馬來西亞的營造公司 所組成的團隊獲得標案 在台北雙子星決標了之後 太極雙星也必須在期限之內 匯款繳交18.9億元的保證金 但最後卻因為無法付出金額而失去開發資格 此時太極雙星也被踢爆是空投公司 以及為了騙取標案、偽造文書 將日商、馬商列入投資名單等行徑 而其中甚至有許多官員涉嫌收賄 一夕之間原本前途一片光明的台北雙子星 淪落成了台北市最大的弊案 這裡我就不詳細講解檢方的調查過程 以及法院判決 總之最後是有人被判刑入獄 有興趣的觀眾朋友可以自行上網搜尋 現在都還找得到很多新聞資料 在台北雙子星弊案爆發了之後 開發資格也留到了第二順位的中華工程 不過中華工程並沒有和台北市政府完成簽約 等同於放棄開發權力 因此最終台北市政府決定結束投標作業 全案再度留標 2014年台北市長柯文哲上任之後 強力推動台北市西區的改造計畫 並接連拆除中校西路公車專用道 中校橋引道等等 這一系列大規模的都市更新 就是西區門戶計畫 這次的都更計畫包含了古蹟公園改造 歷史文物保存 以及興建樹洞商業大樓 讓這個台北舊城區有了煥然一新的面孔 成為足以和東區信一區批敵的全新商業區 其中當然就包含了爭議已久的台北雙子星 接著台北市政府在2018年舉行了台北雙子星的第六次招標 12月選出了最佳投標廠商 南海發展公司 而此時南海公司也丟出了大樓的全新設計 好啦 說實話也沒有到真的那麼醜啦 只是和台北市西區的傳統建築放在一起 確實是有點突兀 而且堆疊的每一層盒子都是一個獨立的電視牆 對於附近的住戶會造成光線污染吧 雖然南海公司在台北市的評選之下順利得標 但此時中央卻丟出了一個震撼彈 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認為 南海公司背後的香港南海控股有著很深的中國背景 以不利國家安全為由撤銷了南海公司的資格 並且由次優申請人藍天電腦與紅會集團地埔得標 之後南海公司確定出局 藍天紅會團隊則在2019年12月和台北市政府簽約 台北雙子星終於有了新的進展 在藍天紅會確定獲得開發資格之後 台北雙子星的造型也從一坨堆疊的彩虹貨櫃 變成了保守的方正大樓 唯一從頭到尾沒變的就是西高東低的設計 在最新的設計中 C1大樓高280公尺一共56層樓 D1大樓則高360公尺74層樓 完工後兩棟大樓都將超越南山廣場 成為台北市第二第三高樓 台北雙子星在D樓層以數個平台連接 平台上可作為市民休憩、走動的空間 並且將種植大量的綠色植物 融合大樓前方的交叭廣場、台北行旅廣場 打造一座會呼吸的城市 大樓內部將引入藝文展場、大型商場、美食廣場等休閒空間 高樓層則作為辦公室、景觀餐廳、飯店以及高空觀景台 讓遊客能夠從西區鳥看整個台北城 享受和台北101不同的感官體驗 如此宏偉的台北雙子星大樓 完工後理應成為台北西區的全新意象對吧? 不過在今年初時 台北雙子星的造型又從方方正正的大樓 變成了兩根圓圓的柱子 據說這樣比較不會影響到空氣流動 嗯...大家覺得哪個比較好看呢? 台北雙子星在經歷了十幾年的波折之後 終於在2019年底回到正軌 不過仍然還有文化資產審議 環境影響評估、交通影響評估等程序必須執行 目前最冗長的環評已經在今年5月通過了 後續只要再完成都市設計審議 就可以實質動工 完工時間則定在2026年 到時候這兩座矗立於舊市區中心的高聳建築 將會成為台北市西區的全新門面 與東側的台北101相互回應 不知道大家在看完這集影片之後 對於台北雙子星期不期待呢? 我自己作為台北人是蠻期待的啊 因為台北車站周邊在經過重整之後 確實漂亮了許多 未來再加上這些高層建築的點綴 台北的景色將會更加亮眼 希望工程能夠順利進行下去 那麼今天影片就到這裡結束囉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訂閱並開啟小鈴鐺 也不妨在留言區分享你的想法給大家知道喔 那麼下次見吧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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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影片 請搅deep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